今天分享一道白菜烧小丸子的做法 猪肉一块又肥有瘦 先切成薄片再剁成肉末放到盆中备用 大葱一根从中间划开切成葱花 生姜一小块先切成姜丝 再切成姜末和肉末放在一起 下一步我们开始调馅打馅 盆中加入食盐两克 鸡粉一克胡椒粉一克 加入料酒五克老抽两克生抽三克 加入老抽提一下底色 生抽主要用来提出鲜味 用手把调料 葱姜和肉末抓匀 加入一个鸡蛋 炒到一个方向使劲搅拌 利用机械抹擦和食盐的渗透 把肉馅打出胶 使肉馅更入味 这个过程要持续五分钟才够上劲 加入鸡蛋肉馅更容易抱团 把鸡蛋搅匀以后 然后倒入玉米淀粉再次搅拌上劲 加入淀粉肉馅不容易散开 紧实有口感 再次打馅三分钟以后 把肉馅放置一边备用 小白菜一颗 把白菜叶一片一片的剥开 放在盆中 比较大的椰子从中间切上一刀 切开以后泡在凉水中 大葱埋一小段切成葱圈 生姜一块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铃铛片 放在小盆中 抓住干辣椒一小把 八角一粒 花椒少许 接下来 我们把丸子砸一下 锅内烧油 有勺子五成热关火 用左手虎口挤出丸子 用小勺子挖入锅内 怕丸子粘住勺子 可以先把勺子沾一下清水 小知识 油面微冒清烟 就是五成热有温 丸子下锅时关火 这样下锅的丸子 才会生素一致 丸子全部下锅以后 开中火 不停地用勺子推动锅边 晃动锅 比较原刷 小静 我 我 谢谢观看